今天禮拜五的第二小时 一同KidLucky在现场的是新鲜王子 是大家好我是新鲜王子 好大家记得吗 我们上次是在聊什么东西 就被大家一直敲碗说要讲十二宫 我们上次在讲 是吗 就是讲到什么宫 什么新进入到什么宫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说 我们上次在聊什么时候讲到了 脱单指数 对啦 我们上次在讲说十二星座的年底脱单指数 然后就一直讲到说 对不起我的麦克风OK 不OK吗 声音不好是不是 抱歉我调整一下 因为脱单指数的时候聊到 对因为其实公位 这样讲好来解释一下公位 公位其实代表是跟环境有关系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这个有很多有一点哲学上的东西 就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生命 从这个宇宙诞生 那诞生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从这个宇宙当中 这个环境当中先找到一个定位点 这个是很多很多哲学 或者是很多的那种灵魂学 或者甚至于很多灵修的人 在谈到所谓的不动质点 不动质点对我们人生已经有 我们有一个不动质点 比如地球有个不动质点 的思维 比如太阳系是我们的 太阳系当然以太阳为中心 所以事实上太阳对我们来说 叫不动质点嘛 对不对 但过去不认为太阳是不动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天动说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因为后来才说地动说嘛 那原来是天动说 就老天在动 我们都没有在动的时候 我们的不动质点其实是北极星嘛 因为北极星怎么看它不会动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不动质点来思考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从一个宇宙的 蓄如飘满环境中诞生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那个点要看到什么 来作为定位 那现在的角度来思维 但是以太阳作为定位嘛 因为太阳是我们的中心 所以为什么太阳星座在 詹兴学当中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它谈到的是 这个是产生这个星系的能量 那来源 然后前一天也讲到核龙核 讲到太阳的那个能量嘛 然后所以也就是说太阳能量存在 那也代表说这个能量点是最强大的 因此我们透过它来判断 我们这一辈子的个性 这才具外在的心体的影响力 可是我们在哪些地方 哪个地方出生 这个地方出生是不是会产生一个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环境 一个是老天爷行星聚集 给你的一个能量点 给你的能量聚集 分别在背景星座的那些方位 那可是当我们以一个出生地来思考的时候 那这个出生地我们可不可以找出东南西北 我们必须要有方向嘛 人生必须要有方向嘛 对不对 我们才知道去哪里嘛 所以我们必须从这边找到方向 于是我们就要从太阳出来的地方 就是上升 就是我们讲的上升星座 就指太阳出来的地方 东方地平线 从那个地方的那个点 作为我们的起头 所以因为从那个地方作为起头 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划分 上升星座的第一宫 然后就开始划其他宫位出来 所以宫位的概念其实来自于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所谓的方向环境 那就由方向环境来判断我们人生当中 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发展我们 最好的最适合的 所以反正每一个宫 都有一个它代表的意义啦 简单讲这样 我先跟听众朋友讲 因为这个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本来也没有很想讲 因为我觉得好复杂 其实他 口试又很有趣 是因为也许你从来没有解读过 对啊 因为我在这个宫位 对就是我们后来发现确实蛮有趣的 所以既然大家敲碗 我们今天就试图的来讲 但是一定也是讲不完 因为12宫 所以我们我们预估今天呢 应该可以讲四个宫位 我们分三次 一样分三集预估 那简单的讲 刚刚就讲就是我再把他这个summary一下 就是占星学是以后天12宫位 来象征人生12种重要的生活领域 那各自有各自代表的能力跟守护心 不同的心呢 落在不同的宫位就可以反映出 不同的个性跟价值观 对不对 那所以12宫你刚刚已经解释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也没有哪一宫特别重要 因为代表的都不一样 其实你这样讲是对的 当然古典战性会认为第一宫很重要 因为上升星座起宫 对上升星座起宫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上升星座起宫 都有心在里面 所以变成说回头来讲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作用 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他的作用 那既然都有他的作用 为什么要去强调第一宫很重要 而且有很多人可能上升星座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启发出来 没有做出他的真面展现 为什么 因为他在他自己所应该要展现的环境上都没有做好 那他在无法了解自己上升星座到底要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回头来说我们反而会更认知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可以了解这些星体在这个环境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明白自己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的道路就很明显的时候 你才会用上升星座的那个角度去看待自己 所以因此很多的程度上来看 你必须先了解 你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去做出你的表现 那我们过去的书 我们看的占星书籍过程当中 宫位 宫位几几乎是被忽略的 因为宫位像我们以前看的书 宫位大概两三个行写完了 可是实际上宫位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那么简单 它事实上非常复杂 它的复杂来自于 因为透过宫位我们还会才能够谈到相位 因为光只是谈到星座无法谈到相位 可是藉由宫位的时候 我们了解那个相位的产生 也就是关系线 我们常讲相位其实跟关系有关 所以关系就是我跟什么星跟什么星 比如说月亮跟星星产生冲突 那就把你家人跟你的星辆关系的对象 有可能会产生冲突 那你选的对象 要不是顺家里的意义 可是跟你不喜欢 可是你选的你想要的 跟家人就不合 所以代表一些冲突关系线 如果角度良好 代表说你不管选谁 你们家都喜欢 所以它有很多的意义 从相位角度来思考 但是它在不同公问上 可能就有不同的发展 好你不要再讲了 好复杂 OK 越听越复杂 好我们进入第一宫 因为我刚刚只是对讲说 理论上应该是十二宫都各自有各自代表的意义 但是第一宫确实是大家觉得比较重要的 对的确是 那你刚刚说上升 上升是它代表的 上升其实是 可是我的上升跟第一宫不一样 好你看这就是大家大部分的谬误观念 第一宫就是上升星座开始 我管你什么 你没有什么星座什么地方 我管你分布怎么回事 上升星座就是第一宫的开始 第一宫不可能跟上升星座没有关系 对但是为什么嘛 因为有些人不会不懂 我的上升 我的上升之前我就跟你讲 我一直以来以为我的上升是金牛 后来发现我的上升是木羊 白羊座 对白羊 对 可是我现在看我的第一宫是在金牛 为什么 这是你的金星 不是我看错 可是它上面有写第一宫 对没错 是因为金星进到第一宫 那个金牛座在 OK 两个概念第一个要先思考 什么叫背景星座 背景星座是360度 每30度划分一个星座 可是你上升星座在出生的时候 不会刚刚好对到零度 你会对到28度27度25度 你会对到不同的度数 所以在一个宫内会有两个星座 到三个星座 甚至于四个 我还看过五个星座的分布 我懂了 我懂了 对 所以你要知道说 它在那个状况里面 在那个里面有很多的 又会有不同星座在里面 只是数字的问题 度数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宫位在金星在金牛座 那因为你看金牛座本身靠近太阳很近 对啊 那所以你的太阳绝对不会在 就前后两个星座 就是金星跟白羊 就是金牛跟白羊 也不会跑太远的 所以它不可能说你金星在第一宫 然后太阳跑第七宫 不可能 好 它一定是在十二宫一宫 或者是二宫跟三宫 就这样子 也不会跑太远 好 所以有人说上升星座一定在第一宫 但是呢 这句话是对的 然后一个宫也可能有两个星座 也是对的 甚至三个星座都有可能 因为宫的度数跟星座度数是不一样的 星座是定度 它定30度30度这样划分 好 可是宫会不一定 宫会会因为现在用的宫制法 跟过去用的宫制法不太一样 过去因为减少计算的模式 减少计算的麻烦 所以他们几乎用定宫法 那定宫法就是等宫法 等宫法就是每一宫一样 可是现在宫法 宫制法通常用普拉奇德斯 而且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普拉奇德斯 计算产生的那个宫位偏差是最小最小最小的 好 那在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这个第一宫的解释之前 我先邀请大家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你的星盘 那你现在就可以看着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上网 现在有很多的可以查对app 或者是各种网页 你可以输入你的生日等等的 就可以找出这个比较详细的 你的12宫分别是在什么星 这些或是 有什么星进到什么星星 然后它是什么星座 然后进入到什么宫位 来做一个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一宫开始看 是 第一宫基本上我们认为很重要 是因为它从上升星座开始 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第一宫的目的都在延伸上升星座 所有第一宫的目的都在延伸上升星座 对好 那所以第一宫整个环境 就是上升星座开始的环境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那你的上升星座 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星座角度的时候 你要从什么样的视野 去看你整个世界 这是你的开始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定出一个意义来 所以第一宫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那然后第二个其次重要其实是第十宫 第十宫 对那两个其实不太不相上下 那如果第一宫强 如果你第一宫够强 或第一宫发展够好 那你才能够把这个能量 还有发展延伸到第十宫进行更深远 或者是更未来的展现 因为第十宫谈到的是什么 我们先跳出来谈 我们会谈到稍微多角度一点 第十宫讨论的是直至 你未来最后的志向 你未来最后的方向 什么地方 它有点像人生地位的顶点 很重要 那你从你自己先认知自己开始 你如何达到生活的顶点 最后的生命的顶点 那在什么地方 所以一定要先从了解自己做开发 那我们在观察很多企业家的过程当中 发现企业家某种程度 他的上升星座 他根本不用去察觉他存在 他已经在做上升星座的事情了 所以因为在做自己上升星座的事情 上升星座就是你想要去做的 不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 而是你想要去做谁 那就是你自己真的想去做的自己 那既然是真的想做自己 那你就要从这个角度去把自己做好 这是第一宫 那所以第一宫的有心进去 当然就代表着 你这些星体会在你的个性展现上做出良好表现 好比如太阳进到第一宫 那通常也就是你可能凌晨4点到6点钟出生 他日出前出生就在第一宫 那这个时候的太阳能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所有个性的表现在很年轻的时候 可能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好这是很明白的 那当然不各个星星 星体星座会有不同的相同 不太一样的状况 比如说第一宫有跟相貌有关 你在长的样子 那所以上升星座也会影响到你的 你的外在表现行为 那如果你的土星进到第一宫 那一定看起来土星跟年老有关 所以如果土星进到第一宫 大概就是你老相很明显 好可能从小就老 就人家说那种老起来等的那种 就是土星在第一宫的 几乎几乎 这太好笑 好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今天我们的一同get lucky是新王子在现场 要来跟我们聊十二宫星集 有点复杂 但是又很有趣 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宫 大家可能会在想 因为我刚刚有问王子一个问题 就是说各位如果有像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你去上网查了一下你的星盘 你会看到一个圆圆的星盘里面 就是就有很多点跟线 连在一起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散点型 就是你的星盘看起来是很均匀的 什么大五角 大四星 就它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宫位上面 但是你就是 不会集中 不会集中 应该不会集中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其实你就会发现 就是看起来就是你的宫 每一个星进到的宫可能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蛮集中在某一边 比如说有些人就是集中在上半或下半 甚至是只集中在四分之一上线 某一个上线的 那这种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宫是空的 空宫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聊一下 那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刚刚说到第一宫是很重要的 那 就看你是什么星 像我是太 不是我是金星 在第一宫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解释是 告诉大家每一个星在第一宫 是什么意思吗 那讲不完 对 那我们要怎么让大家理解 我只能跟你讲第一宫在干嘛 第二宫在干嘛 第三宫 因为那个讲不完 真的吗 我把所有工为上完课 要花一年多 天呐 我们只花三集 真的讲不完 做不到 好 所以第一宫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理解第一宫代表的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说真格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上升线做出良好的表现 原因是因为 你要想到在一个盘 星盘里头 在一个村图当中 行星像是重力点 所以你把你的盘 想像成它是一个塑胶泊网 那所以如果重力越大的 比如太阳重力很大 它就在那个泊网 就像很大的一个球一样 它的泊网就产生一个非常大重力 那这个非常大重力的时候 所有的影响力就朝向前进 所以对我们来说 其实太阳的存在 是比较需要先注意到的 那因为太阳存在的也代表说 你在那个地方产生最大的重力 所以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你知道各个的 如果你第一宫没有星 那第一宫就没有重力 那这种没有重力的情况下 你就要先从 要先从上升星座 做自我的开发跟了解 但是我们如果了解 各个行星的处境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明明就是要这么做 打个比方 比如说太阳进到第六宫 你明明就是要去做苦力 你明明就是要练功 那如果你想要投机 就不行做不到 没办法 所以就要这个时候 星座就要派上用场 如果今天你的行星是 你的星座 比如太阳进到双子座 进到第六宫 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双子座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他会选找捷径 可是第六宫在练习事情的时候 不是捷径 所以我们要 了解动了动了 所以他各个宫位的状况 是不太相同 所以第一宫要表现的就是自己 那现在是自己要去做什么事 你就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对了 比如你精心在第一宫 精心谈到幸福感觉 那既然是幸福感觉 在第一宫 你想要怎么样幸福感觉 你就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想 今天想要去吃那块蛋糕 你就吃 只要你能够可以自治 我今天吃太多 会不会造成体重的问题的情况下 你只要控制好 你可以享受幸福 你为什么不去做 但是在詹勤学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有正反面的角度 当精心进到第一宫也可能会造成 那种情心是你在情感关系过度自我 那这个过度自我 也可能会由你自己所期望的方向 去选择你要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的条件有很多意义 第一个他可能是很漂亮很帅 第二个他可能是他的很有能力 工作能力很好 他可以让我未来的生活富裕 我不用让我感到担心 好 那所以有很多是你的主观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的判断 但是精心本身他守护第七宫 他进到第一宫受克 所以我是受克的对不对 难怪你刚笑了 他刚看我的心盘 就一看到精心进第一宫他就笑 因为受克的情况下就变成说 你在这个地方你很想行使你要的展现 可是你却被人家钳制 这个被人家钳制原来是因为 你找的对象也许他不受控 或者说你找对象可能到最后发现 他的很多行为也不是你 因为公会本来就有互动观念 那这种相对概念存在的时候 所以你的对象搞不好 到最后你会失望 容易失望 因为第一宫是比较以志气角度出发的 我们当然鼓励你先把第一宫做好 比如说因为第一宫有心在里面 你就把跟这个相关的事情产生 比如我虽然讲刚刚土星 进到第一宫看起来老像 可是土星到第一宫 至少你给别人看的态度 是稳重吗 对对稳重的 是严肃的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所表现的东西 你有一个君子不纵而不微的 那个威就跑出来 就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当主播的时候 就说因为我们都很年轻 很多人就说这主播看起来太年轻 很冷没有权威感 可是如果你的土象在第一宫的人 土星在第一宫的人有可能上去 人家就会觉得你看起来就是稳重 所以其实真的不一定不好 有时候在某些上会是好的 那金星在第一宫就有一个好处 在荧幕上讨喜 我有观众缘 因为金星是让人宽喜的 金星是使和善概念 应该想说你对于你想要去跟他亲近的人 你会表现出你的和善 然后更亲近 甚至于是热情 对对对 那那个东西你刚开始表现的时候 可能人家会误会 哎呦他会怎么到这样子 他是不是对我意思 可是他真的没这样想过 所以你不要去想说 金星在第一宫的人 表现出热情 代表他对你有什么企图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没有不一定 如果好感 你会看到更明白的更直接的 对 好 所以第一宫很重要 就讲了就是说 你就是让你 就是说很简单 就是你会做想做该做 你找到重点了 就是这句话 对 因为这是你的笔记 我正在看你的笔记 就是说第一宫 就是真正要说的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你所在的地方 然后呢 你就是能做自己会做想做该做要做的任何地方 对 所以第一宫够强的人通常都没什么好怕的 对对 那呃重点是什么叫够强 那没有第一宫 没有没有行星在第一宫的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们通在过去无人灾心会告诉你从上层星座所在的那个守护星 去找到第一宫的存在 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一个重要东西是宫位的自己宫位的守护星 比如说火星是第一宫的守护星 那所以你要先找到你的火星的重力 这个火星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第一宫的自我陈邪 因为第一宫的火 为什么讲火星 因为第一宫是做自己要义无反顾 对吧 那我们今天要做自己要义无反顾 那我现在要看到我火星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我知道我火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先把火星做好 火星能讲做好 但做好这件事情对火星本身很难 因为火星是凶星 他也可能会做坏 所以你要先想到你的火星要怎么样做 积极的做是对正确的 对自己来说是好的 这个事情要先组长 不是先去看上层星座的第一宫 上层星座所在的那个守护星 那个飞星 那个有他们东方讲飞星 那在什么宫位 说要去展现那个宫位相关的事情 不是这样解释 或那个星相关的事情 不能说不是这样解释 而是说我们要先知道 这个宫位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然后之后再来思考上层星座 因为上层星座的确 他的守护星不能够忽略他 可是这个不见得就是你今天 你知道他在哪里 你就会发挥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的火星 就是我们讲第一宫 你的火星如果展现的够清楚 那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很积极去做这些事情 即使你做错了 但从错误中得到更多新的学习 你都能够把自己做的更好 这我觉得反而是重要的 好 所以这个是刚刚也讲了 因为有人也在讲 我第一宫没有信心 大家要看一下是看行星 我们不要看星座 你在网路上查到的 你会查到就是行星 星座公位 对不对 请看行星对到哪一个公位 不要看星座 好 那所以刚很多人还在讲这个 是什么星座 不是你要看行星 是哪一颗星 第一宫的确星座有它的作用 就是我们讲上层星座 上层星座那个星座很重要 它是个占星点 但还不是重力点 它是个占星点 但是后来未来开发自我重要的关键了 好 再来吧 再来我们就来第二宫 对 好不好 第二宫 第二宫代表 你如果看到你会看我没有 我第二宫没星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第二宫是什么 第二宫谈到 基本上第一宫 过去东方讲命宫 对命宫 对 那第二宫讲财博 我没有财博 我财博是空的 是这样吗 不能这样解释 就是说第二宫没有星 并不代表你没有钱 嗯 有些是要看你第二宫的状况 比如第二宫的守护星是谁 金星啊 那金星就叫第一宫啊 代表你会认为你没有钱 你就会积极去赚钱啊 对不对 因为第一宫是积极的 对自我来说 所以有钱与否是你的判断 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难怪你刚刚有讲 对这真的真的好复杂 所以你看刚刚前面讲 你要不一样啊 对刚刚前面讲说 呃说你第一宫就是有星 够强的话 就代表你做什么都 你就什么都不用怕 对但重点是这个够强 其实是要看这个心 是不是跟你的这个功能有相克 对对对 就像我就是我就是有相克 对 所以我就会呃我就会失望 我可能做一些事情 就会比较容易失望 非常正确 对不对 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 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急他很好 就判断说他一定好 因为很好有可能是别人给你的 嗯 那别人给你你不会努力了 现阶段的状况是那么多人在这边 事实上有很多的努力 必须要靠后天 有的时候因为不良角度不良心象 才会让我们发现不够 嗯 不够我们才想去得到让自己足够 那这个不够变动力 嗯 这很重要 所以你就变成说 因为你刚刚讲的重点 刚童文讲的非常重要的重点是 因为可能精心受克嘛 那精心受克就要第一功 那应该讲说精心就要第一功受克 那对于这个金钱状况来看 他就会先强调说 那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我要多努力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赚到更多的钱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就是讲安静一点 我进到第一功 如果我连面子都可以不要 什么钱我都要赚 嗯 懂意思吗 当然我如果有面子 我也在乎面子 那我在这个上面 我就会谨慎小心一点 我要怎么怎么样去运作它 好 所以但第二功主要谈什么 谈资源 资源 他主要讲财博 财博讲的是钱没有错 但事实上谈的是资源 他跟金钱财富跟财博有很大的关系 那同时因为第二功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叫欲望 欲望 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个 我们又讲到一个古人 有一个古人叫做告子 告子 我知道 嗯 他讲过一句话叫 实色信也 实色信也 好那这句话其实不是 他只是孟子篇的一篇章 但是事实上是告子讲的话 大家都以为是孟子讲 孔子讲不是 是告子说的 他讲什么东西呢 就是吃跟 喜欢吃喜欢的东西 就喜欢吃的东西 跟你喜欢的颜色 或者你喜欢的样子 喜欢的东西 这本事完全是人的本性 他讲的是这个事情 那个色不是情色 对 不太一样 但是是一个需要 他其实讲的是这种需要 然后他其实整段话讲到 比如说实色信也 人内也 非外也 意外也非内也 他整句话 他讲的话是说 想吃好吃的 然后想要美色 那这种想要 自私是人的本性 所以第二功产生是什么 你的人的本性 你是我的需要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基本的生物需求吗 是 应该有时候 你生活上的需求 你生物的需求 但是生物的需求 有时候这个想要 跟第八功讨论到的 繁衍没有关系 懂懂懂 第八功也有这种欲望 可能跟性的欲望相关 可是第八功的性欲望的 目的是什么 繁衍 第二功不是 第二功只有 就是想要 好想要 所以变成他就 他有讲到说 为什么人是内也 因为人讲人爱 你爱谁 是你自己内在的东西 但是义不一样 意思公义 是外在性 要显现在外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的时候 就会谈到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也跟 弗洛律德所谈到的 有关 因为有关的 吃东西 信 这种需求 跟人的本性有关 所以这也跟弗洛律德的 这个状况有关 所以第二功从头到尾来谈的是 可不可以吃饱肚子在存活上的意义 好 那第二功 第二功是否有心 当然很重要 比如说 假设你第二功有吉星 我讲吉星进驻 当然对宫位有正面帮助 但是并不是所有吉星在所有宫位 都有正面帮助 打个比方 比如说第六功 虽然木星算是吉星 但木星进到第六功就会收客 所以他不一定会展现出第六功的意义 其实要看他的角度 还有行星的角度不同 但是对于第二功而言 木星跟金星如果进驻 那真的是不错 通常都有钱 通常都有钱 好 那这没有星 一样我们谈 你要看金星在什么地方 那你可能对金钱的态度 要看金星所在那个宫位的状况 那可能那个宫位有不同意义 那但是这个生存了解 就是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讲完了十二功讲完 你就会知道 所以你看 所以如果说金星 假设你第二功是空 像我我就是空的 但是刚刚我的金星在命功 对 对 所以就是我会很努力的去做 那如果你的假设你的金星 假设你第二功是空的 可是你的金星在第十功 对 那你就代表你很积极的去 去用你的社会地位 还有你的职业的能力 工作的能力 去赚到你要的钱 你要的钱 因为第十功指的是官路 官路 然后再来就是官路的观念是 金星 我们透过金星 可以判断你的收入来源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有收入来源 哦 跟你第二功是不是有心 有没有关系 不一定有关系 所以大家不要想 因为刚刚有人很痛苦的说 空工 第一功第二功都没 我不就完了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讲说没有心进去 它不会立即展现出 跟那个工位的环境 有关的事物 比如说第一功没有 代表你从小个性 没有那么明显 你看到别人很有个性 你很羡慕他 为什么他那么有个性 你就你却觉得没有个性 因为第一功空工的时候 不要以为空工 你就会觉得你就这位自己没有了 不要忘记行运的心 就是你的这些行星 都会一直持续的出来转去 那还有你碰到不同人的互动 的过程当中 那些人可能刚好 他的一些心体进到你第一功 他可以帮助你扩展第一功 你可以跟他学习 那你就会懂得 原来我的个性 必须要这么展现 那第二功也是一样 看到人那么有钱 为什么他那么有钱 我们要学习他怎么有钱 所以第二功空工 虽然说刚刚开始来看 可能只是我们对金钱的概念很模糊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去赚的钱 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不会没有钱 所以来看后天的操作跟映作 好 等一下我们就来讲第三功 第三功在传统中国是说兄弟功 那过去我们就会说 兄弟功看看他怎么样 如果没有什么 就可能什么跟兄弟的这个 缘分啊 或者是什么多寡啊 但其实你说在西方詹音学上 不能这样看 不能这样看 对 不能这样看原因很简单 比如现在讲的经典中国大陆一直 大概说之前是 一胎化嘛 对一胎化 那一胎化的时候 他的兄弟功有信 那就没有兄弟了 对啊 所以兄弟谈的东西不是只有兄弟 他本身谈到什么 兄弟很多表堂啊 表的堂的啊 还有邻居啊 同学啊 他等于跟三功有关系 好我们带我回来继续聊第三功 虽然很复杂 可是你这样对一对看还真有道理 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思考 然后慢慢去了解 然后去对着你自己跟你家人的 尤其看家人 因为家人是你最了解 朋友不见得 我们不见得了解朋友 但家人的 我们刚刚这样对一下 还真的蛮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待错环境 因为你不知道环境在什么地方吗 我们只是待错环境 并不讲明你不行 或你没有能力 你只是在不同的环境 找错环境的啦 这样解释 那我们刚刚继续讲第三功 第三功如果不是传统的 我们说的兄弟功的 兄弟的那种解释 他解释的是 那可以说是 就是 其实他讲 你刚刚讲第二功是资源 可是我觉得第三功 感觉听起来像人脉之类的 事实上你要去思考 因为三星学是他的循环 他每一个功跟功之间 是有关联性的 第一功是假设是我自己的开始 那开始之后 你小说你被生出来 你第一个需求是什么 吃饱肚子 所以第二个 第三个学说话 所以三公讲说话 交流 交通 互通有义 所以交通不管都跟三公有关 所以我刚刚三公在 我刚看一下 太阳在三公 所以你会照亮那个所谓 跟别人互动的道路 所以你做新闻工作 很多记者三公人 我就是 作家三公人 然后甚至于很多业务三公人 但是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工作 在这个第三公 它可能代表意义不太相同 比如说以业务来说 我想 新闻工作人员 他们做第三公 所以他们对环境上 理解的空间比较宽广 看到一些事情 因为三公比较属于 可以举一反三行的 所以他很快走 他会走捷径 比如这件事情 他发现你讲一个什么 有雨病 他把顺着这个雨病 去找到其他的脉络 所以三公本身是走捷径概念 也是交通上面路往 以最快速度到达目的地 但是不见得代表这个最快速度 代表最短路径 所以三公有可能会绕 为什么要绕 是因为他的神经连接思维 是从不同的多点的角度 去到那个地方去探索 所以他中间经过那么多 不同的节点的时候 把这些不同节点的资讯 重新会整合起来 所以三公人是一个 三公比较强的人 他会去整合很多的讯息 但所谓三公比较强 可能寻心具体比较多 尤其是重要主心 比如什么太阳 或者是木星 这种重要主心 甚至于是守护星水星进去的话 那三公我们讲互同有无 还包含 我们讲交通部所管 对不对 交通路网 比如开车嘛 对不对 网路嘛 好然后3C 然后甚至于 比如说 这个航空 只要是跟交通工具相关 可是航空这个事情的概念 就很尴尬 因为交通部虽然管着航空 可是航空这个事情事实上跟第九公有关 因为他讲的是更快速的跨越 更远的环境的 这种状况是跟九公有关的 那三公讲的是路面交通 他主要管路面交通 那我们刚刚讲的互通有无 所以还跟买卖有关 因此什么现在讲的电商 都跟三公有关 过去写笔邮也是跟三公有关 因为三公跟文笔 你写东西传达讯息这个事情相关 我可以写的我可以说 所以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比较不太一样 过去可能笔邮 现在可能网友 这种就是他的时代意义的改变 但是他谈到都是 透过一个跟这种相互交流的媒介 然后产生互动关系 就跟三公有关 所以我们刚讲互通有无 这个也包含说 这边的货物 没有这个货物 我去别的地方去把货物运过来 这是贸易 是不是业务 是 这也是他的意义 所以那刚刚在讲到这个之后 那如果三公他是空公的人呢 对 三公空公并不在 他通常代表年幼的时候反应较慢 就没有那么快反应到 或意识到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 那一定要透过后天的学习 才会让他这个工位产生作用 但是这个后天学习有很多意义 比如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有时候会陆续讲到一些其他东西 来带来这个意义 比如说你的三公的那个心 那个环境当中假设你的环境 像你的环境是双子座嘛 对不对 双子座那个环境 那如果你三 假设你三公空公 真的一颗心都没有 你虽然有太阳嘛 假设你空公 你没有东西 可是呢 你的太阳也许不是 假设我好了 我三公 我三公是 我儿子就三公就空的啊 我女儿也是三公就空的 你儿子的三公是从天平座开始到天蝎座中间嘛 对 一半一半嘛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他的出生日期是在天平座后面的 比如说十月中 然后靠近这个十月十五号以后 那他的太阳就进到你儿子的第三公嘛 那这个人的太阳就展现出他的外在的个性显现的时候呢 你儿子看到他就跟他互动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讲话的方式 他就跟他学就好了啊 所以我们在跟人互动的过程里头 有些人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一些事情 回头来讲上生星座 比如说上生星座是第一公嘛 我们可能藉由看到这个上生星座 假设你的上生星座是在白羊座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白羊座的啊 你是双子座的啊 可是如果你有白羊座的朋友 你看白羊座的朋友 你跟白羊座的朋友互动的时候 你刚开始 你会学这个太阳在白羊座的人 的一些样子 因为你很想要变成那样 可是上生星座的进化 一定是要透过 我看到这个人之后呢 慢慢发现越来越讨厌他 代表你进化得很好了 为什么你讨厌他 是因为你看到他不好的地方了 所以白羊座的朋友 可能越来越少 这个就是合理 上生星座的正面操作 是这样的操作 是合理的 那所以山宫空宫 那就代表说 我们除了要看水星 在什么位置以外 那水星 因为山宫所谓的水星嘛 那我们要看水星在什么位置 他是否可以帮这个环境产生作用力 比如说他的水星 是在山宫座第十宫 对 那他要透过老跟师长的学习 嗯 好 那所以这种儿子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我想他其实 现在就要学家 就要找家教了 你说我儿子啊 对 因为家教是一个更高的辈分 哦哦 更高的辈分 你去补习班还是跟同学混啊 对 但如果家教 他的辈分会高出很多嘛 你透过一个家教 或者陪读的老师 让他来透过别人 来帮他学一道东西 嗯 那这个就是他的方法 嗯 因为是金星 水星是在第十宫嘛 对 好 所以他就有一个权威 无法违抗的权威 否则他就给你预啊 嗯 就给你预说 你这样讲 跟我老师讲的不一样啊 嗯 好 或者我们还可以预这些啊 嗯 好 好 我们再来进入到第四宫 好 ok 第四宫传统上我们是讲什么 家庭吗 家庭 事实上第四宫 我 我有一个理论讲人参骨干 人参骨干 我是我们刚刚讲 上升跟天 跟第十宫很重要 因为第十宫牵扯到天顶 那上升会跟下降成对 嗯 上升嘛 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嘛 它成对嘛 是水平线的意思嘛 那天底 底下的底 跟天顶 顶上的顶 头顶的顶 也成对 嗯 它谈到是直五线 嗯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 必须透过这四个点来找到平衡 嗯 那找到平衡之后呢 再借由南郊跟北郊找到平衡感 那我们就可以在人生的线索上 向前进 对 这是占星点的六个 这六个重要占星点 嗯 那这个占星点的目的在做不同的事 所以第四宫是天底的开始 你要知道天底什么意思 第四宫什么意思 就是你人一生出来居住的环境 就是家庭嘛 对 你要去哪里 你要住路边嘛 对 当然不是嘛 当然也有那么悲苦的 但是呢 但是很多时候对他们而言 可能那个生活的环境 透过这个生活环境 你的家庭教养 你的家庭教育 从家里面得到的生长跟学习 就跟第四宫有关 嗯 第四宫事实上提供的是一个安全 也提供了从人类自古以来 嗯 要学会自我保护的作用 这个作用的环境是什么地方 嗯 所以第四宫坦入到家庭的同时 也包含我们必须了解 家里面有很多意义嘛 比如说吃的饮食 小的时候的记忆 然后呢 家庭教养 你的爸爸妈妈 嗯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呢 家庭分子的组成嘛 嗯 所以兄弟公不完全谈兄弟 有一些时候兄弟也可能会变得到 第四宫 家庭这个公位来讨论 嗯 那事实上从这个地方 还看什么 私生活啊 嗯 房土地啊 你拥有的事物啊 聚集的事物啊 嗯 然后房地产啊 仓库啊 仓储啊 库房啊 嗯 所以也是说二宫没有东西 没关系 四宫有 哎 我有 我刚说我二宫 都没有 可是我 我四宫有两个 四宫什么 什么系在里面 水星跟火星 哦 不错哦 火星送客啦 还好你又带口 还好你又带口罩 不然就喷到我了 因为我很会喷 所以我一定要戴着口罩 对 好 因为四宫属于财库 对啊 因为四宫 它是库的概念 它是库的概念 所以讲填宅工 就代表说你的房地产 你有房地产 就会存存东西嘛 对不对 你储存事物嘛 所以四宫反而代表说 哎 你有房地产 你是不是有钱的意思 而且第四宫在过去 虽然说古典占星 认为它跟遗产有关 可是事实上现在占星学认为 第四宫讨论到的东西 其实是家庭遗留 家庭遗留 就可能家庭馈赠 它属于赠宇的概念 它不是遗传的概念 遗传是第八宫的东西 不太一样 那没有啊 那其实家庭赠宇 我从家庭得到的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田宅或是现金 很多的爱算不算 算是 这个就是一个物质的星座 但是很重要 你以为水星进入第四宫 水星进入第四宫 那当然代表说 你在积极的运用 你拥有的这些资源的时候 因为第四宫是拥有这些资源 第二宫是需要这些资源 一个是需要 我要吃到 第四宫是累积资源 那因为水星是聪明的 所以水星在运用这些资源的过程当中 会比人家更充分 所以你会了解你的资金要如何运作 我相当的不准啊 我对这方面超不良 但是这个 没有啊 因为水星可能受克啊 你水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啊 好那第四宫空工的人呢 每一次我们讲到你看 大家就来 第四宫没有新 你害怕 没关系 第四宫空工 并不代表你没有房子 对 好不要这样想 因为到这个 这个事情是 也可能是你不一定 因为每一个星 都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水星进入第四宫 就常常搬家 常常换环境 他不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 房子也限制住了 欸对欸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搬家 想要搬家 不是不是我想 我被迫 被迫 我妈被 我们小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常搬家 对 好 所以 所以这个第四宫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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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不是每一个 有 有 不一定代表好 因为我今天在第四宫 受割也没用啊 嗯 对不对 一样没有 一定要没有房子啊 对不对 不要想那么多啊 不是跟房子有关系 是 你从这个家得到权 这才是重点 你可以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嗯 好 我们今天呢 这个十二宫星解 呃 我们先讲 一二三四宫 这个星是星星王子的星啊 我的解 对对 我的讲法 星星王子的解释 对 那呃 大家这个第一集 可能是听的 还是有点这个混乱啊 没关系 对 你可以把这一集存下来 有空的时候呢 回头听 然后去对照着你自己 或是你家人的金盘 是 可能会有更多的了解 对 那我们后面呢 也还会陆陆续续的 把第五宫到第十二宫的解释 来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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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